Mahaba,大家好,我是宝田 本期视频请大家和我一起在土耳其录影 我们土耳其人非常喜欢录影和夜餐 常常会带上家人和朋友 来到户外享受美食和大自然的美景 首先我们来煮上一壶土耳其红茶 每年夏天我的亲戚都会自制番茄酱 因为这个季节的番茄味道最好 价格也比较便宜 番茄切成小块 放入锅里 加入盐 加入打酸,黑胡椒粉,自然粉,辣椒粉,以及燕熏的大红椒 食材防多了,所以需要舀出来一些 盖上盖子,继续熬煮 盖上盖子,继续熬煮 煮到这样的丑度就行了 煮好的番茄酱,撞进干净的管子里 米封后倒置放置 这样可以保存半年到一年 现在做的是Bulgur Pilav 把黄油,洋葱,辣椒放一起煎 下入骨骨水 再加入番茄酱,盐调味 等不过煮熟后 盖上盖子蒙一会儿 盖上盖子蒙一会儿 喝点 acontec caught 你不要再煮一遍 这是炖牛肉 牛肉用高压锅煮过一段时间 后来加入了茄子、土豆、青椒、洋葱和番茄 又煮了一个小时 味道十分浓郁 牛肉也很酥烂 葱 对披一道甜品配乐 黄油淵泽了后加入1米 一起炒 期间还加了一些镇子 也可以放双子人 炒到颜色接近熟练的颜色 下入水 加入糖 搅拌均匀 下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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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入湖里的红茶 下水调配浓度 这就是今天的土耳其红茶 带着浓郁的香气和幼肠的回味 下入水 带着浓郁的草 带着浓郁 箱 这个 野 感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